对自己取得的成绩表现出了无比惊讶 一连串夸张可爱的表情 也让傅元慧迅速圈到了大量的粉丝 用了洪荒之力了 你知道这一年你的这个 平补一下 我们知道这一年 其实你的身体状态并不是很好 其实非常的难走到这一路 对对 那现在觉得这个恢复到以前的自己了 已经是最好成绩的历史 所以我就用了这三个月 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真的太辛苦了 我真的有时候感觉 我已经要死了 我的澳洲训练真的是身不如死 但是和今天的比赛 我还是已经心满意足了 是不是同时也对明天的决赛充满希望了 没有 我已经很满意了 那明天加油 好 谢谢 网友们直夸 这名小姑娘是一名不按套路出牌的耿直妹子 还把她的表情做成了表情包 并祝福她 在今天早上的九点二十五分左右举行的决赛当中 再创佳绩 东方卫视编辑报